HELLO 大家好,我是Honey 如果人生只可以選一件化妝品的話 我會毫不猶豫選擇遮瑕膏 我最在意就是這個萬年黑眼圈 因為最近我買了這兩支新的遮瑕膏 都是討論到很高的,上網有很多好評 大家看到我買了,而且我手上的遮瑕膏實在是多到數不完 今天會和大家說八款遮瑕膏,它們都是尊貴的 為什麼不加開架呢? 因為我覺得開架大家買來試沒那麼心痛 但尊貴一支都二百多元 沒理由好像我一樣,買了十支、八支回來試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排名不分先後,我拿到哪支就說哪支了 第一款就是Hourglass 你會看到質地很滑 推出來之後,它不算是很厚重的 你會看到很快設定好了 遮瑕度方面它高的 薄薄的一層多一點就已經遮到我的黑眼圈了 但是,為什麼好像未去到我最推介 或者經常性跟大家介紹呢? 有兩個原因 我覺得它不會常常的 不過有一點點掠乾 去到中午的時候,你再笑 你會看到下面有紋路的顯現 我要短時間上妝才會用到它 然後第二個問題比較嚴重 就是它會氧化 剛剛開始的顏色是對的 但是,你越去到後來,它會越來越橙 那眼底就會覺得色彩色很奇怪 所以,我不是經常用到它 第二款就是這一支 它是Laura Mercier的雙頭遮瑕筆 一邊是Corector 另一邊是淺色一點 這樣就可以用來打亮眼底 這支的優點就是不乾和很輕盈 不會說眼底很厚妝 或者一層東西的感覺 都沒有的 剛剛開始用它的時候 我先上粉底 再塗它就會打膠 它會很容易一塊一塊 所以,記得上了這支遮瑕筆 才上粉底 遮瑕度方面是中等的 在我身上大約兩層遮瑕膏 然後一層打亮 就已經可以遮到我的黑眼圈 出街的一個程度 第三支就是Rare Beauty 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不是特別喜歡用它 質地不會太大問題 很推的 但是,當你推開了 它一設定好的時候 它都很乾 其實上一層的感覺還好 不會說誇張地乾 也很輕身 只不過它的遮瑕度偏低 在我的情況下 要上到差不多三層以上 才可以遮到我的黑眼圈 出街的程度 就會厚 而且會越來越乾 我試過出街後 變成蜘蛛紋 我就很害怕它了 接下來就是最近新買的其中一款 它是eat Cosmetics 專門用來遮黑眼圈的一款遮瑕膏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稠的 推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比較黏 它也是比較潤 而且是有些光澤的 優點用量非常之少 就算我用也好 一粒芝麻的份量 已經可以遮到一隻眼 而且它的遮瑕度也高 大約一層多一點 我已經可以遮到黑眼圈了 它的質地比較潤 一定要定妝 而且用它的時候 一定要摺在手背上 拍開才上眼 不要直接摺在眼上 你一推就很厚 你是早上趕時間 沒有心機 或者很難去搞這麼多東西的話 這支都不適合了 之後就輪到我經常都說的Tarte 你會看到這個提示一下 其實份量也很多 很好推 很好推 遮瑕度 遮瑕度 看到是高的 但是呢 缺點也是它有一點點厚的 就算今天這麼多支不同的遮瑕膏也好 它還是唯一一層已經完美 隱藏了我的黑眼圈的一款 但是無可否認 它的妝感是重的 它是厚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油色防曬 遮瑕膏就出門口的人 我覺得它未必可以平衡妝感 你一定要用粉底 一定要全妝 化好 才可以出街的一種 既然說開它 就要說它的新版 這個是Ultra Creamy版本 它的質地是沒有騙人的 它真的比剛才的 形狀很多 你會看到是更加好延展性 它是沒有那麼高遮瑕度 是薄一點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所在 如果你不是追求高遮瑕度的話 你不需要選到這條線 跟平時的遮瑕膏的表現差不多 沒有一個很優異的地方 要我特意去買它 特意去試它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雞辣 而且它比起普通shaketap的那支 是乾一點的 沒錯 它的質地是creamy 一推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滑 但設定好之後 它明顯是乾一點的 輪到下一支 應該很多朋友都想看我用後感的 Make Up For Ever 它比我想像中是大支的 看相片以為是小小支 而且它的唇膏也蠻大 一點出來 你就會感覺到它是比較挺身的 然後一推是稠一點的 不算是非常容易推 不過你看到它的遮瑕度也蠻高的 它是今天唯一有香味的遮瑕膏 其實我沒有認真 每一支去聞它有沒有味 但是這一款 你一上眼的時候 你已經很明顯聞到它有香味 所以就要看大家介不介意 它的遮瑕度是屬於中高的 大約一層半左右 都會遮到我的黑眼圈 不過它真的比較乾 它是那種你不需要去定妝 它自己都會設定好的遮瑕膏 如果你在眼底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略乾 再來就是Jeffree Star 這款包裝很夢幻 原本有一顆星星在上面 但一買的時候已經掉斷了 它裡面的遮瑕膏是很奶油的 你會看到也很容易推 遮瑕度我就覺得屬於中等 在今天這麼多款遮瑕膏當中 我覺得它的表現是最平均的 大約兩層左右 我都覺得它遮得我的黑眼圈不錯 不會很厚重 不會很乾 比較水潤 奶油 很延展性 而且它的妝感是有一點光澤 我很喜歡的 唯一一個缺點可以說是沒得試吃 香港應該沒有門市有得買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精準地拿捏到這個顏色 是有難度的 來到今天最後一款 就是NARS的眼狀遮瑕膏 這一款一開始以為它一定很乾 但不是的 它是很薄 像磁石一樣吸附在皮膚上面 但遮瑕度是屬於中高的 第一次用它試在手背的時候 就已經嚇到 那種薄貼完全不會讓你聯想到它是膏 通常我用它是輔助性質 有什麼遮瑕膏那天遮得不夠的話 再加一層就完美了 還有它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如果你已經定妝了 有碎粉或是粉餅 你可以加在上面 不會卡粉 不需要設定 它自己可以設定 不需要上面加碎粉也可以 所以我也是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九款 專櫃遮瑕膏的一些用後感 也有朋友問我 是不是一定要用corrector 一些橙色、三文軟色 吞黑眼圈的顏色和膚色 差不多接近再用遮瑕膏 再上碎粉 那麼多個步驟的話 其實以我自己 因為我也有買過corrector 是會好一點的 不過有時候外出比較懶 你未必用那麼多時間去做遮瑕這個步驟的話 我覺得用幾款不同的遮瑕膏配合 已經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了 所以真的要好看你自己本身的黑眼圈的情況 你本身膚色的情況去做一些你自己的調整 才是最好的 我自己的意見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一些用後感 以我這個肛的程度 以及以我的膚質 我的黑眼圈 我自己是有什麼感想的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了 大家都知道 我的素顏黑眼圈和我化妝之後 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都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死日六的十三段 和日夜的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剛剛試完這麼多遮瑕膏 又上又下妝的關係 我敏感了 這裡起了一粒粒 這些就是拍片的小心酸